这一处公园的广场原本是夏浅市的广场 中间保留的绿地杂草重生 下雨之后又容易积水蚊虫很多 地砖也不平 现在把它填平变成水泥地 附近居民都来这里跳舞骑脚踏车 没有蚊虫也不怕跌倒 积水不能跳 积水又会置身一些蚊影 所以很困扰 没办法跳的时候就是休息 但是现在改成这样子之后 他就很喜欢说 假日的时候或者是放学 他就叫我带他来这里留置排轮 所以我觉得场地弄成这样子 真的是很帮 就是让居民都可以来这边运动 是真的很好的一个地方 另外这处广场原本是喷水池 但维修不易 也容易发生危险 里长表示这座公园已经用了20多年 这些设施都出现老化现象 希望能够更新 在市议员陈梅娟的协助下 向市府养工处争取经费改善 后来发现这个问题之后 就开始申请养工处来 整理这一块地 那碍于经费 经费的关系 我就请议员 陈美娟议员来争取这个经费 来整理这一块地 把它整平 让更多的里民可以受贿 可以来这边活动 至于公园内的树木 虽然枝繁叶茂 形成凉爽的树荫 但枝叶太过茂密 造成树下的草皮生长不易 光秃秃的泥土 一有风吹起 就形成风吹沙 造成困扰 里长希望市府养工处 也能够加以改善 那里民他们在接送小孩 或者附近的居民都饱受困扰 那基于经费的关系 因为这个公园 它也已经达到二十几年 可以翻修 可以重新再规划的 一个公园的要件之一 那现在就是急救张 就先直批 把这个风吹沙的 这个问题先解决 设计域里有座公园 附近居民可以在这里散步 运动御动 享受都市里的一点绿意 但如果设施老旧 也需要里长向市府反应 加以更新 让里民能够安心使用 记者潘志光 来一场帮 高雄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